在香港买楼,无论一手还是二手,设定情况并不罕见,当中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买家实力不足未能上汇,或者看淡后市等,但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但值和福,有时是你想你行合约,无奈地事与愿违,比如说,签署临时买买合约后,不幸确诊,或者被列为紧密接触者, 需要强制隔离,又或者物业正式成交前,买家不幸离世,在这种情况下,买家难以再合约期内完成交易 随时被逼撻定,如果不幸发生上述事情,可如何拆解呢?先讲大家近日比较关心的,新冠肺炎疫情反复,而且传播率高,谁都不知道自己会否成为下一个被隔离人士 因此,为保障买卖双方,可在临时买卖合约内加入特定条款,就此,地产代理监管局也有向持牌代理发通告, 亦为他们提供条款犯本参考,已可加入至临时买卖协议内,当然,有关条款只供参考,并不一定要加上的,应由双方自行协定是否加入该条款,究竟是什么带头盔条款呢? 根据犯本,若买方或买方因感染或疑似感染新冠肺炎,而被隔离或检疫,若政府发出活动管制或禁足令等情况下, 而未能于指定日期前签署正式买卖协议,成交日期将延期致出院或不再需要隔离后,以及任何一方可以书免通知废除交易, 买方有权获退回以支付的订金,如果没有写入这些条款,如果不幸成交期内需要检疫或进行十四天隔离, 因而未能完成买卖手续,如买方未能履行合约,买方可选择杀定,如买方未能履行合约,买方可选择强制成交, 此外,有人会问如果业主不在香港,例如身处内地,不想等十四天隔离或检疫,想尽快签署合约,以免错失良机, 又可以怎样做呢?首先,对于临时买卖合约,业主可填写及签署授权信,以授权亲友代签合约, 至于正式买卖合约和转样契方面,最好的情况是业主一早到律师留签订授权信, 以授权他人处理交易,业主便不用亲身签约,但若没有作此准备,由于订立此类授权信需由律师见证的, 所以业主可尝试尋找当地有香港律师牌的律师作见证。 另一个不幸的情况,就是买家或买家成交期间不幸离世。 先讲买方,如果后人不想被杀定的话,就只可在成交日前准备足够资金去找尾数。 以完成交易,如果有足够钱去找尾数,但买家仍选择杀定的话,买方可尝试尋文士诉讼方式向买家追讨。 如果是买方不幸离世的话,后人可以先完成遗产承办,再继续交易,但一般需要三至四个月时间。 如果成交期较短,很难赶得上成交,就此。 如果买家不愿意等,可以提出取消交易,但需要从文士诉讼取回大定,也都不一定成功。 要自行评估风险,当然,不这不是法律专家,以上只是一般的做法及建议。 如果对合约条款有疑问,买卖双方应寻求法律意见,以免错误理解条款,最后得不尝失。 就会 return to the vaccine. 感谢观看